一分为二的设计 让原本就速度奇快无比的沙尘裂变 有了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移动速度 操作手是年仅22岁的天才少年Alice 她4岁开始接触铁甲 15岁便亲手打造出第一台铁甲 是英国铁甲格斗历史上成长最快的黑马 当沙尘裂变开始移动时 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26千米 再加之她强大的滚铜武器 给对手带来的极强伤害 一定会让对手孤此失彼 因此得名最快移动速度铁甲 精彩 我没有想象他们会偿这一台机器 但是按了队伍来说也无伤大人 所有的机甲肯定都想赢 想赢的话他们肯定想进最强的战队 那毫无疑问就是我 我们战队虽然现在看起来实力没有那么强 但是我们战队里面有我认为最强的废铁 你的实力最强大的地方就是你一台铁甲一分为二 但是每一台铁甲的攻击力和其他110公斤 我个人认为是一模一样 所以拥有了你就等于拥有了两台铁甲 我需要这样数量上的补充和战力的提升 我就想问她 你想赢吗 对 我想参加最好的队 然后赢得好 但是来我的战队 一定会让你赢 来吧 艾利 好 我想说 你们有很判断的理想法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选择 从我自己的团队的观众 我认为是很清晰的 看起来的团队里面有一个团队 在世界上有很多最好的团队 所以我来 本节目由人工智能机副机器人高科技领先企业优弊 独家冠名播出 优弊选 让智能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 所以我去选择 我想要在队的队 因为我认为它有更加强的平衡 我认为它是最好的组织 最后将要展示的铁甲是 狐爪 狐爪是全球最灵活的全身旋转铁甲 没有之一 操作手Brain有着20年的操作经验 并且在20年内从未放弃过全身旋转 可以说是这个星球上最好的全身旋转铁甲操控手 当它转起来时自身变成了最强的进攻武器 以手代弓地站在场地中央便无人敢犯 它的中极防守大招是运用在铁甲底部的强力电磁铁技术 高达544公斤的吸力 可以使狐爪在承受撞击后 依旧纹丝不动地吸在地面 因此得名最强防御力铁甲 战队经理人 兔子牙 黄建祥 沈涛 都对胡爪发出了入队邀请 有请胡爪 你好 全身旋转 在现场有一台非常强的铁甲 叫急速代码 我的李约老炮在和他的对战当中失败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证明自己是全球最强的全身旋转 来我这儿 帮我报仇 如果你当我的战队 你会成为我们最强的之一 希望你加入我们 帮助我们 谢谢 You all very much for choosing me I appreciate the honor quite much It's an honor for me to be here But I have to say a couple of things You made a mistake You made a mistake And you made a mistake And now your teams will pay For the folly of your actions It was my honor last year To fight Shakur and Vulcan And now this year It will be my honor to fight With Shakur and Vulcan 铁甲雄心第二季 7月14日起每周日 21点20 热血出击